欢迎收看关键的时刻 现在柯文哲他要重新面对 是不是收押境界的这个压力 因为今天高院已经发回耕材 高院非常清楚地说 原裁定撤销 发回台湾台北地方法院 发回台北地方法院里面有个关键点 这里面有三个重点就是 他已经问了彭正森 也问了朱雅虎 还有萧秀贝 萧秀贝这些资料里面 非常确定的是 沈庆兴的确有行贿给应小威 不但有行贿就代表 这个金华城是一个弊案 而且这个金华城的弊案 有行贿的证据 不但有行贿的证据 柯文哲一直讲说他都不知道 他到今年三四月才知道 那个八百四十 但现在高院非常清楚地指明 柯文哲是非常积极介入 金华城的客观情况 而且之前我们看到了 北院讲说他相信 柯文哲相信有专业性 而且多数觉得都委会的决议 但是北院又打了一个脸 北院怎么打脸 他说柯文哲对本案情节毫无所惜 跟魏城怀疑有救命必要 也就是现在如果按照高院的 这样的一个裁定 高院这样的一个裁定 坐实了柯文哲积极介入金华城 而且金华城有金钱的往来 有行贿的一个证据 就代表现在柯文哲最简单的 就是五年以上的图例 如果确定这个钱 有一毛钱流到他的口袋里面 那就是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 那为什么在今天会有这么大的突破 有一个关键点 我们最近就讲了 所有的关键点就是两个人 一个是这个沈庆青 另外一个就是彭正森 目前看起来沈庆青并没有遭 沈庆青还是做一个无罪的抗辩 但是昨天去找彭正森的时候 现在看到媒体报导是 他全部都遭了 因为他无法忍受 如果彭正森真的遭了 他就会咬出柯文哲 在这所有行政里面 他的重要角色 如果柯文哲的角色 非常明显的话 那在金华城的案子里面 他就不可能脱身 我们现在请到了六百里边 第二大方首一的资深媒体人 张宇轩 宇轩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美女好 电视报董事长 吴子江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深媒体的杳惟珍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国民党的台北市员 初小平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民进党的台北市员 林延峰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资深媒体人 黄伟瀚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宇轩 今天高院这个裁定 短短几个字 含金量非常高 而且去去都打到了柯文哲的要害 非常清楚 柯文哲积极介入这件事情 这里面有所谓的金钱往来 还有更可怕的是 柯文哲 他的随身物品记载的内容 有重大的犯罪事实 保安哥出大事了 阿伯这次真的出大事了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各位 你看只有短短的两三百个字 但我跟你讲不好意思 整个高院从今天下午两点 写到最后发布这个消息 大概花了三四个小时间 才宁念出这些文字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发回裁定书 这不是 这是我们想干嘛 上级法官 上级法院 跟地方法院下指导期说 你应该要这样判 你说这是柯文的定罪书卡 对 我跟你讲一次一句 你觉得两三百个字 对不对 不好意思 字字句句都能定口文哲申诉 首先 你看到第一句他说什么 第一个 被告彭正森 以及朱雅虎之公诉 换言之他已经把彭正森 以及朱雅虎列为被告之外 他讲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他说朱雅虎是什么 不好意思宝洁哥 朱雅虎他所处理的事情是什么 后屑 他是被指控说 后屑的部分嘛 所以他第一段讲彭正森 讲朱雅虎 分别在讲两大重点 彭正森叫什么 土力 朱雅虎叫什么 叫做我们讲的贪污的收贿 所以他第一段就把这两件事 一个财势了 而且来到证人 我们讲 邵秀佩之证明 朱雅虎以及 印小薇的相关对话记录 把这个这句话吓死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全世界都不知道 被监听了 而且朱雅虎跟印小薇 竟然有关联 因为大家一直讲说 我们金流串不起来 印小薇4750万 到底给谁 到底拿来干嘛 因为今天就讲了 今天北准最新的资历资料 也就是他本来不想拿出来 就是那个金流 金流不是讲说 中间有好几千万 交给了印小薇吗 中间有1500万兜不起来 可是这1500万 刚好跟柯雅虎多的1000多万 刚好是魅局的 对 再来各位 他讲说什么 他说来哦 而且我们有查扣 被告随身物品之记载 所以各位的东西大丁 这三个关键铁证 竟然是兜了起来 而且来哦 他在说 再参朱雅虎 受聘于沈庆经的目的 但我请问一下 沈庆经请朱雅虎来 是来干嘛的 请问的 对 这是来后谢的嘛 我就是在处理后端的谢金的嘛 而且来哦 他直接跟你讲 他还怕你看不懂 沈庆经行贿 印小薇犯罪嫌疑重大 换言之 沈庆经先行贿了印小薇 印小薇呢 跟朱雅虎 就是所谓他的雇员 有所谓的关系 而这个后谢的金流 竟然最后面牵扯到了陈佩琪 竟然还跟柯文哲 身上案情关联 所以 保德哥 请问一下高院在讲什么 柯文哲不是土利罪的被告 他是贪污自卫条例里面 违反职务收费罪 十年以上尤其徒刑的被告 那个第四条行贿罪 对 他讲说这件事情清清楚楚嘛 而且再来他干嘛 他开始回应柯文哲 他说纵观进化城客观形势 被告是不是如同自己主张 相信据专业写多数决施 都委会决议 这个是谁的意见 这是地方法院的意见 换言之今天高院在跟你讲说 地方法院的意见 而且柯文哲 不出北检之后说 我对于整个案件 毫无所惜 我跟你讲 完全不知道 我今年四五月才知道 八百四十八龙几率 保律哥 高院有没有财信 没有 拨回 高院说你这些东西 我才不相信有救命之必要 你要不要给我查清楚 对 换言之这两件事情 加起来是什么你知道吗 第一个代表说 到底他有没有介入这件事情 有 他积极介入 金华城的客观情势 所以你不能说我不知道 第二件事情他跑出来讲说 我对这件案件毫无所惜 换言之高院也不财信 这个叫什么 第一个叫做卫证 因为如果你有积极参与 但你对外声称是我都不知道 而且我都相信专业 那你有做假证的疑虑 再第二件事情 你跑出来之后跟大家讲说 我八百四十八龙几率 我今年四五月才知道 他的意思说什么 这个东西有问题 有串贡的疑虑 串贞 所以保律哥 公然串贞 我把所有事情统整起来 第一个图立罪 成立了彭震生 现在紧咬着他 第二件事情 朱雅虎 证明了柯文哲有收惠的嫌疑 跟可能 第三个他又有做惠证 甚至串贞 嫌疑重大 换言之高院这个短短的两三百个字 出来之后 他在说明一件事情 说明什么事情 阿贝有事了 说明柯文哲应该被压 就柯文哲这家伙 你地方法院应该把他压下去 而且最诡异的来了 他后面突然呢 又补了一个彭震生 他说 被告彭震生是抗告 没有经过本人签名 盖章或指印 所以呢 应该了他要等待他补证 诶 但昨天彭震生不是在抗告吗 对 柯文哲这才最大的重点 所以代表彭震生抗告真的假的 假的 从头到尾都假的 代表彭震生干嘛 他不是抗告 他是干嘛 糟了嘛 所以今天干嘛呢 林专门就有一个独家 这个独家就讲了 昨天9月3号的时候 不是去救训彭震生 救训彭震生的时候 他说 他全糟了 因为他进去了以后 他受不了啦 对 柯文哲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彭震生跟沈静静 这两个人在比时间 两个都七十高选的这个老翁 身体状况都不是特别好 在里面每天三十五度度日如年 所以最后果不其然 现在发生怎么样 彭震生拔得头头 抢到头枪了 为什么 找一程进去先把这件事情给招了嘛 那彭震生招他是想说 他部分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 彭震生到底是谁交办 第二件事情 彭震生到底有没有收位 第三件事情 如果你有收位跟谁收的 如果说你有交办 这个事情是怎么办的 因为刚刚刚我们看到 那个所谓的财定服务 发回财定 他说什么 他说包括 包括邵秀佩 包括彭震生 所以换言之 保德哥 现在不只是检掉 这代表整个法院 都已经通盘了解到说 除了钱之外 你彭震生 以及邵秀佩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如何去运作操作 这个容金奖励 让他评通伸出百分之八百四十 而这个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谁 柯文哲 就是柯文哲嘛 等于说彭震生今天一定是 把这件事情咬出来了 所以我跟你讲 他根本不会抗告了 他接下来根本不用抗告了 因为他今天基本上 如果他全部的金流 到整个犯案的试证 土利罪貪污罪 都从十招来的话 只代表一件事情 他现在想要抢子当污点证人 而且你看到 北俭这两天 棒子胡萝卜都全部下来 他想说 昨天北俭去就训彭震生 跟他小语大意 他把所有盖章的时间 每个开会的内容 中间的情节 包括你今天更换 这些都委会的委员 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笔一笔的 请彭震生 把你说明清楚 除了说明清楚之外 棒子也打下来了 棒子就是 你彭震生跑不掉了 你彭震生 现在你不但是有徒利罪 你不但是有十年以上 到无期徒刑的 这个所谓的行费罪 更可怕的是 你的财产来源不明 你的财产来源不明 今天最新的资料是 你在最后的六年期间 你居然暴增了2400万 而你在最后的两年的时间 增加了1000万 为什么彭震生会崩溃 理由很简单 当如果检调拿着 朱雅虎的证实 当检调今天拿着 你的存款证明说 你就增加了2400万 而且朱雅虎有涉嫌 我们讲行费 他是作为后线的一个 关键的被告 那请问一下你彭震生 该如何解释 他一定当场崩溃 知道说我完蛋了 我当然什么都是糟了 因为理由很简单 今天如果说我变成是 所谓的收费的被告 我是十年以上的习出行 但今天我不咬出柯文哲 彭震生会变什么 他会变主谋啊 他在柯文哲 他等于说 我所有事情都 我彭震生一个人干的 而且彭震生可怕在于说 你所有的罪都有了 第一个 你徒利罪你跑不了了 因为你主导所有的会议进程 而且刚才讲的 你玩木权违背议会的规则 甚至连反对 这个所谓的委员的意见 你也不采大 甚至你把反对意见 全部的委员全部都换掉 好 你徒利跑不掉 徒利跑不掉以后 现在你确定了 今天易小薇跟书雅虎之间 是有金钱往来的 沈金金跟易小薇也有金钱往来 那你刚好 你的存款6年内 暴增了2400万 这个钱 你也跑不掉 你要牢底坐穿了 更可怕什么 你仔细看了 他说从2015年到2022年 有没有看到 刚好在最关键的时刻 原本他是什么 公务局长 后来他升为什么副市长 结果你的薪资 根本不可能这么多 竟然从2148万 增加到4542万 那我就问 2015年到2022年 刚好是什么时候 金华城在动的时候 你在处理金华城的时候 所以剪刀就抓了 你看特别在2021年 他在卸任之前 竟然增加了1021万的存款 而且等于说 每个月一个月存下85万 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去增加这些财务 我跟你讲 一问彭政森马上崩 因为今天对来来讲 如果我作为一个十年以上 甚至乌期徒情的主谋 我没有办法 没有虚弱 没有办法逃脱 但我今天如果干嘛 我咬出柯文哲 我说他才是主犯 我只是被迫的重犯 而且柯文哲也有拿钱 加上我当污点政人 我才可以换取更切的习性 所以对他来讲 这叫自私死地又生 反正我都已经死了 我干脆把你柯文哲拖下水 否则我将永无天日 没有办法见到明天的太阳 喂 虽然讲 今天高院发挥根审 原来这中间有个最关键的人物 叫彭政森 彭政森里面 我们当时外行 你跑台北市政府 跑了很多年 你也跑了所谓的行政单位 也跑了很多年 原来 老婆我看这张 原来 最后彭政森 在整个金华城的案子里面 送出去 盖的是柯文哲的假章 柯文哲的假章 柯文哲算我是盖假章 我不知道 这不是 猫腻就在这里 关键就在这里 因为彭政森是可以盖自己的章的 因为他是台北市都委会的主委 我是都委会的主委 我盖我自己的章 我就决心掉了 就没有事了 他非要盖柯文哲的章 而盖柯文哲的假章 代表他在这边已经留了一首 一定要把柯文哲给拖下来了 好 保哲哥 因为发挥根材的关键就在彭政森 整件案子不只发挥根材 这个案子进化成 柯文哲能不能全身而退 又或者是可能会获罪 关键就是彭政森 那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讨论了这么两个礼拜 你就知道了 整个进化成过程当中 有三个关键的柯文哲的印章 第一个是2020年的4月15号 他确定让这个案子成 谁盖的章 柯文哲 什么章 柯文哲市长章 押的时间谁签的 柯文哲 都是柯文哲第一次 第二次是10月 10月的时候 确定说要准佣容金奖利 也是柯文哲 可是观众朋友 为什么柯文哲 他能够在第一次今天 就礼拜一的凌晨的时候 他能离开台北地方法院 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因为840%的时候 真的不是我啊 那有人讲 关键的章就是这个 来 观众朋友 我们关键是给大家看 这个章就是在2021年的10月20号 这么清楚 这一天 副市长彭正森 他拿了市长的假章 因为他第一副市长 这是他持有的 盖这个章就代表市长同意 因为他授权给他 三个副市长都有 各有一个章 就代表市长知道 对 你本来都说我不知道 但我既然盖了柯文哲的假章 就代表柯文哲 你都知道 我们今天观众社 要跟观众朋友 讲得很清楚 让你听得懂 就说这个事情 我刚刚已经讲了 前两次都是柯文哲盖章觉醒 为什么第三次柯文哲 没有盖章觉醒 可是却出现柯文哲的章 这就是猫腻了嘛 那这个是10月20 10月12号的时候 独发局就发了公文了 等了8天才盖啊 不是说因为柯文哲再忙 再忙也可以 乘到市长那边给他盖啦 简单讲是这样 在最后的这一栏 有没有 觉醒栏这边 看到有个觉醒 有没有 那觉醒的是彭震生 这里这个是他的字 震生 10月20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 假 但是问题是观众朋友 今天纠结的点跟工坊 就在这里了 站在彭震生的角度 我不知道 因为他到底跟检察官讲了什么 对对对 他当时显然在那个鸡鸭亭当中 可能没有讲这个 所以他就被收押了 那他现在呢 现在目前看起来 为什么发有根材 他是不是有更多的论述 刚刚前一段 我们在听雨璇在讲 有没有 这个整个高等法院 他所发出的信用稿当中 是认为 他有积极介入的 那你过程当中 不是如你所讲 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就是这个章了 观众朋友 如果你前面盖了两个章 第三个章 却不盖 而有你的副市长 帮你带醒的时候 关键在于 彭震生盖这个章的时候 柯文哲知不知道 柯文哲有没有被请示 那彭震生 我副市长跟大家报告 这种容金奖利案 台北市副市长 就可以结醒了 是啊 他可以直接盖 台北市副市长 我不一定非盖 柯文哲 不用 我盖彭震生 这也有法律效益 这也就过关了 可是我明明可以盖 我自己的章决心 我非要把柯文哲 给盖进来 所以 保杰哥 今天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 所有的卷证 那我只能跟大家讲 一种状况就是 彭震生是不是觉得说 这个事情到我负责 我不要 因为前面两个章 是市长盖的嘛 所以我要市长跟我一起负责 那过程中 有没有告诉柯文哲 就是关键 保杰哥如果他有跟柯文哲 或者是说当面讲 或甚至有留下什么记录 甚至是 一些证明柯文哲知道的话 那就不是完全不知道 但第二种是柯文哲 现在他的论述 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有一说一 柯文哲的说法是 今年2024年3月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表示柯文哲 对于彭震生盖他台北市市长 假张是他不知道的 他意思是说 你自己大厨大厨 你去盖 可是这也有点怪 因为一路这样到了 最后已经最后一关了以后 你社后不理 你都完全不问 到了2024年 这是大家所迟疑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但是责任就在于 盖下张的时候 彭震生他到底 有没有问柯文哲 如果有的话 柯文哲不可能全身而退啊 因为他就等于有相关的 这个裁定完全已经坐实了 柯文哲的罪名 如果今天按照 这样的一个裁定 明天受到地院 他被羁押的可能性 就非常高了 我来跟大家报告 这个高院的 这个信用稿当中 其实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 彭震生跟朱XX 朱圈圈 这是朱雅虎 根据他们的公诉 根据邵秀佩的证述 根据朱圈圈 跟易小薇之间的对话记录 这些东西 我们其实基本上 很多东西没有看到 到底讲什么 那如果彭震生讲的内容 对柯文哲不利的话 他后面有一句 被告积极介入金华城等客观事实 积极介入这个论述 跟台北地院的法官 让他无保请回的 那个朱家义的说法 就不一样了 朱家义说他完全不知情 可是这里高等法院的法官 却认为 他所看到的券证是积极介入 所以呢 才会发回耕材 那重点在于说 柯文哲主席 他所论述的 那个过程当中 完全没有介入 在这个高等法院的 新闻当中看起来 好像我们的东西还要翻回来 然后你要看到彭震生他的这个状 他本人并没有签名 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既然律师说你也要抗告 为什么他本人不签 不签名又没有盖手艺 所以呢 彭震生本人他为什么 后来不愿意在这个抗告这边去签名呢 这也是代表说 他在整个案子当中 他到底是扮演什么角色 是这一起案件最重要的关键 好 所以小编 搞了半天 这个才是彭震生真正的保密服 因为这个结束了 搞了八天 推来推去推了八天 推了八天 所以你说彭震生之外有个可能是 你如果不让我盖假张 我就不盖了 对 我如果不盖假张 这个就送不出去了 所以我不得不让你盖假张 可是当这个柯文哲 让彭震生盖了假张之后 今天他就跑不了了 那虽然今天柯文哲周边的人讲 甲乙秉章那么多 我不会知道 你说公务员绝对不敢在 谁敢这样盖啊 市长不知道的状况下 盖他的假张 民主党党在胡说八道 他开玩笑 假张忽然第一副长里面 怎么可能人家乱盖嘛 一点公文长次都没有 好 我跟你讲内幕 他那时候差一点不做 不想做副市长 他知道他会坐牢 阿伯还叫他死 他那时候迟到问题大了 跟我们议员都听到了嘛 我们老议员有消息多嘛 好 那他就不盖 姜池在那边 他不盖 柯文的逼他盖 我就不盖 因为我跟你讲 彭震生 他也唬烂说什么土木出身 彭震生你知道当了四年的副市长 你知道他盖了多少张出去 盖多少 200多个案子 200多个案子 那他 200多个案子 柯文哲几个 就这个 他这边就盖这个张好不好 所以你就很 所以我自己决心 已经200多个了 只有这个非要把柯文哲拖下去 没有人家市长 来盖这种都省的张 好 那重点是 他叫公务副市长 对不对 他有两个至高无上的权力 第一个 他叫做所有的都市发展都是他嘛 第二个 所有都委会 他是主席嘛 他盖了张 他刚才出去才有容积嘛 所以 后来 他说很简单 你要我盖 我不盖 那我盖你夹张我就出去 他是 他是拿这个当保命符嘛 所以整个过程是这样子 他也知道盖这个张是死人的 这个老公也很聪明 聪明的钥匙 所以 好 阿伯 阿伯就没有知识 都爱钱 盖了盖 夹张给你盖了 是这样出去的 他强度关山 对强度关山了 而且这个张盖下去 就等于是 不止20%的容积 违法给他了 而且弄 朱雅虎在穿梭 穿梭什么事 很屌一件事情 他穿梭 8万平的这个基地 对不对 他怎么可以拿到30%的容移 容移是1比5 你倒入容移 你买1万块进来 回到楼底板 卖给人家 是5块钱 1比5 好 我跟你讲 光容移都可以有人坐牢 没有人那么大的量体容移 15%就不错 我给你顶到30 怎么可能有30% 开玩笑 天方夜台火星都没有的事好不好 这基本常识 对 怎么可能 吃到饱30% 这就是朱雅虎在那边穿梭搞来的 他的功能就是 我再补一句 那时候阿伯没介入 嘟到鬼啊 我跟你讲 吴顺明 是怎么样 帮那个沈青青派到 到印小洋那边 只为了这件事 他去那边那么多年 只为了通过这个840 第一件 第二 这个吴顺明啊 带着沈青青本人到都委会去骂人 嚣张好不好 感觉都委会骂人 骂人 太夸张了吧 而且他骂人 他骂谁 他骂这个叫什么 叫做刘秀玲当时的直密 就是那个都委会的直密 骂了跟狗一样 那很可怜嘛 然后又怎么样 而且市长市的秘书 也去骂这个刘秀玲直密 怎么不通过 那刘秀玲说 通过我会坐牢啊 你的20%违法 不是都根用地 怎么可以搞 搞这200亿的都根用地 所以我不是说这个多省会的委员不听话 我把你换掉 连市政府不听话的也都换掉了 更精彩在后面 这个在2021年底差不多就拿到 对不对 2020阿伯做到什么时候 是不是做到12月24号 那天交接嘛 25号是变成蒋市府 对不对 好 那在交接的前两个月 他干了一个超贱的事情 阿伯跟彭震生 当初有这个有过的 很正直是有过的 叫做刘秀玲 他直密嘛 那被一脚踢到二楼 参议 到参事 副秘书长的参议 还不是副市长 副秘书长的参议很小 完全没有打入冷宫 好 那有工是谁 也参与了 也被传了 那叫做邵秀佩 对 怎么样 他生直密 郑工程师生直密 当然都发局 他一级单位 你知道这个执行秘书 这个都委会是一级单位 对 这个执密一年省几千亿的案子 那多重要的位置啊 我就把内幕讲一下 对 董道 你说 你先看了这个高院的裁定的时候 你吓一跳 这个高院的裁定 根本已经是一个 判定柯文哲有罪了 对的 就是刚刚雨萱讲的一句话 这就是上局法院 对下局法院的指示 那这个内容来看的话 我给你100%保证 明天如果开居压庭的话 柯文哲100%收押 有什么严重 如果有意外的话 随便你怎样 什么鸡牌 什么 随便都可以啦 随便你柯粉 怎么样搞都可以 我通通 我通通同意 是 所以他押定了啦 非常简单的 我现在讲押定的理由在哪里 第二点我现在跟你讲 他这个内容 他根本就是打脸地方法院 打脸 这关键话很简单 他意思说地方法院的法官 没有针对北检所提出来的 相关的证据做综合评价 因为昨天我讲一句话 他把锁定在所谓的都委会的 那个范围 缩小太少范围嘛 你看到黄珊珊第二天怎么讲 有有有840他没有 他没有说他没有 黄珊珊吓坏了 对 柯P大嘴巴有没有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这句话 柯P害死自己 所以高院不啰嗦了 这是柯P自己害死 搞柯P囂张 你说对本案情节毫无所惜 未曾怀疑 这是柯P的大嘴巴 这是柯P出来讲的 这是把他自己给害死了 柯P自己不是讲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就高院把那些解出来 本案情节毫无所惜 是他自己讲 柯P大嘴巴害他自己去坐牢 这种货事 你找也找不到嘛 对不对 然后黄珊珊吓坏了 陈志涵吓坏了 不是帮他在那边补充 没有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没有介入 不是不知道 他当然知道 就是没有介入 黄珊珊内行知道这句话 等于是说 把法庭上的东西 在外面来做 侦查不公开那种泄漏了嘛 然后这个法官的 重要的判 这个审判的依据 就是这句话他不知道嘛 那这个在高院看到的话 已经民意沸腾了嘛 怎么可能接受 今天本来写到判裁判主文里面 对 第二个更有意思在哪里 他把前面 他为了证明北检做罪的事情 他把朱雅虎跟 易奕小卫两个儿的通年记录 把它带入了嘛 通年记录早就在案卷里面啊 你地方法院不采用嘛 对 然后讲一个最关键的句话 扣案被告随身物品记载内容 那什么东西 柯文哲的随身物品 手机 对 手机嘛 为什么 为什么过两天 为什么过好几天 手机恢复了嘛 他把手机洗干净了嘛 柯文哲怎么可能拿手机给你去 对 他一定把手机洗干净了嘛 该洗都洗干净了 那到他去要把手机恢复还原 要花时间 要花时间嘛 所以这个时间一过 现在通通出来了嘛 结果发现三个有勾竄有连结 就叫做范易的联络嘛 对 所以在柯P的手机里面 出现有朱雅虎所称的相关的事项 或时间或通年 这个人有合理的推论 就把它勾竄起来 这个就叫什么 我就再讲一遍 这就是叫做范易的联络 就具体化了嘛 那你跟你们几个都是 你前面压都压对了嘛 对不对 所以柯P有直接的介入 我刚刚讲 而且他有灭阵 照你这样讲 他有灭阵又串攻 他已经讲了 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 然后再来再讲 其他的事情 我觉得都不重要了 就换言之讲 他认为说被告积极介入嘛 就柯文哲积极介入嘛 那你柯文哲自己讲 我从头都不知道嘛 那帝院讲说 他不是学这个人不懂嘛 所以他把地院打脸嘛 对 地院的检察官来讲的话 没有基于提出的施政局 综合评价 他认为这个东西是 这个被告最嫌重大 上非妥事 这个多严重啊 最嫌最大 不是 据认为就是 你就很快的就认定 检察官没有市民被告 罪行重大 还说上非妥事 就打你地院法官 上非妥事 所以明天如果要开机押庭的话 我问你 他是把这内容抄进去 上级法院指示啊 我在地院法官没有任何弹性了嘛 只有照抄一遍 抄下来的结果 最后有一个决定 就叫做当庭收押 就是这个结果 所以跟你保证 柯P今天晚上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坐汤啊 坐桶子跑路吧 没地方去啦 好 也不 大家觉得这不可思议是 阿伯怎么敢这样的歹大妄为 而且他现在还要闹人 闹人就可以司法对抗 也就是台湾现在犯了很多 不能犯的天调 第一个 你的选拘补出款 怎么可以拿去买房子 你的老婆怎么可能再选 或马上去看上亿的豪宅 今天刚刚讲的 你的左右手 现在都已经有贪污了 这种犯了天调的事情 全部都在他身上发生了 老杰哥历史上 没有看过那么嚣张的被告 也没有看过那么嚣张的政党 真的 今天早上民众党的发言人 还嗆我们说 你们这些台北市议员 你们这些名嘴 全部都是看图说故事 你们要不要道歉 你们现在是被法院认证的白贼党 真的 对不对 我给大家看一个公文 柯文哲绝对知道 而且这个高院的法官非常有智慧 都有看我们的节目 所以他看到我们提出很多证据 你看 109年2月24号 那时候三月份不是便当 会吗 他在2月24号的时候 独发局就签这个公文给他了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你看这个标题 他在讲金华城 包含这个 108年107年提起行政诉讼的事情 来 你看 他说 109年2月18 透过应小卫议员 跟其助理吴顺明 有来拜访彭震生 跟黄锦茂嘛 对不对 当年他就有讲到 他们想要争取容积率是多少 678 他还在讲说他从头到尾都没有 不知道容积率 对 当时是监察院纠正 说要回到560 560 他们不要 他要打官司 告台北市政府 他说要678 结果当时都发局给他的意见是什么 他说 你这个桑山特的土地 最高容积就是 560 而且这个560 在106年 是都委会这些委员审查 而且公告 实行 有法律效力的 再来他还讲了一个重点 他说 如果你今天立场反复 你恐怕以后会有 土地金华城的争议 那个时候都发局 2月的时候 就已经给柯文哲了 给柯文哲了 柯文哲怎么签 柯文哲说 速审速决 他自己签的 这是柯文哲的亲签 柯文哲的亲签 所以柯文哲已经看完了 他看完了 所以柯文哲对金华城非常了解 非常了解 然后亲爱告诉我 他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会2月的时候 你告诉我们的独法局说 速审速决 要进入法律的程序 对 要告就来告 我们就来看法院怎么判嘛 对不对 结果你3月一个便当会之后 他两手 你4月去交办 不 他两手 一方面去 你就去行政法院 一方面就便当会 尹小薇 是这样子干的好不好 然后结果到了7月16号 判决出来 我们赢了 对 结果他没有给他678 他后来给他840 所以 要5毛给1块 要5毛给1块 那你说这些事情 大家怎么能够接受 对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今天有一个变迁嘛 说当时是柯文哲 写给彭震生 对 说只要公务员不坐牢就好 你要知道 这个是一个最低最低的标准 以前柯文哲来选举的时候 都跟大家说什么 我们就是依法行政 我最注重这个法律 对不对 我们都要依法 结果你下了 你为了金华城 不要坐牢就好 对不对 你其他的案子 你怎么不讲说 不要坐牢就好 那你为什么金华城的案子 你说不要坐牢 这个是一个公务人员最低的 所以今天很多我们独法局 包含基层的这些公务人员 看到这个变迁 整个都炸锅 你摆明的就是在挖洞 给公务人员跳嘛 然后害死他们在法律边缘 游走 游走会设地带 只是为了要确保你柯文哲 可以把手伸进金华城 我们刚才讲的 北院的这个裁定书里面 有一个是朱雅虎 跟易小薇的相关对话记录 你怎么会有对话记录 难道在正文猜案里面 不是有监听吗 那这个案子也都有监听 那如果监听只有易小薇 跟朱雅虎吗 那阿北有没有被监听 而且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 在今年的六月的时候 就开始监听了 监听谁 是监听沈靖金 还说沈靖金很喜欢用电话聊事情 本来刚才说证明这件事情 挂线这件事情 根本就只是SOP 只是说我才不会让你知道 让你知道我还监听什么东西 所以各位想想看喔 包括沈靖金 包括易小薇 稍微跨到朱雅虎 现在所有香港人等 你从他的供词里面 所谓的裁定书里面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这些人早就都已经被监听 而且是脱光光 赤裸了 都在剪较面前 都有监听了 对他们讲说什么 他说第一个 沈靖金呢 他打电话之后 他们挖到大密码 为什么 沈靖金很喜欢用电话号码 去跟人家瞧事情 讲事情 重要事情 都在电话里面讲 而且他们监听到一方 非常关键的是什么 来 沈靖金打电话过去 结果一通电话接起来之后 你知道沈靖金讲了什么吗 劈头就三字经 三字经开始骂 开始臭 所以这个圈圈查查 是在骂三字经 骂完三字经之后 就讲 赶快针对越炒越热的金华尘埃 找人开会 寻求解决方法 而且他讲的对象也很重要 他是跟谁讲 他是跟吴顺民讲 不好意思 那时候吴顺民 请问他的身份是什么 当然是所谓的沈靖金付钱给他 但不好意思 他是易小卫的助理 所以你沈靖金竟然可以遥控 易小卫的助理 跟他讲说 清华城现在很热 赶快找人来开会 等于下指导席 各位你知道更可怕是什么吗 结果吴顺民 他也马上打电话去 跟各级处的官员 噼里啪啦 也是这样圈圈叉叉 等一下 一个议员的助理 哪有那么大 议员的助理 今天在市政府里面 如果没有市长造你 没有市长在允许 你怎么可能去骂人 委员本人也不敢这样骂好不好 议员本人都不敢这样骂 你敢骂三字金啊 开玩笑的 你如果了解市议员就知道 今天就算是议员的助理 理论市长来讲 他们会干嘛 他们会先去地方 跟这些官员 我们讲的慢慢的沟通 协调 好声好气的讲 他们不会去找市长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找市长 如果市长say no 那我下面的 局处是官员 他们会讲出什么 市长说不要 连理都不理你 所以代表今天为什么吴顺民 可以直接去跟市府官员 用施压两次 因为市长同意了 代表一定市长有打通官制 才是最大的关键 不然我跟各位保证 不然你去问小平哥 哪一个议员有办法去跟市长 来 我帮你补一句很重要的 我们协调会 三次不成 对 他不会派官员来了 这个是三十几次喔 你看 这个很重要 三次 有惯例 不会派官员 我办不了嘛 我办不了嘛 所以你这要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这种小平哥 也算是很资深的议员 你就想想看待遇差那么多 为什么 因为有柯文哲背书 结果吴盛民他还不是喔 他是从都发局等于里面 旋转门条款 我都不讨论了 从都发局里面退休 退休之后 当应小卫的助理 然后又拿金华城的钱 结果再对这些人马 对这些局处官员 大小声 然后批佩曲 就是要干嘛 硬要把你这个案子 直接给弄嘛 而且我想沈晶晶还不是第一天这样子的 为什么 他整天就把这东西用公式讲 你看喔 刚好跟搜告案的关键被奥 那个时候李恒隆呢 行为五位的立委干嘛 他们发现如出一策啊 只不过你李恒隆行为的是立委 结果发现你沈晶晶行为的是谁 都是这些官员 都是这些议员 所以他在电话里面 什么都敢讲 对 这是最好的 因为各位 我们现在大家都用LINE 不好意思 刚好沈晶晶因为他是 老翁你知道吗 长辈 所以他就喜欢打电话嘛 发什么东西 你怕你去跟他说 不是你全都了 所以等于说检调只要拿到沈晶晶的 我们讲的坚定议文之后 发现根本就是大密码嘛 为什么 因为你把所有犯案的过程跟细节 原本他还担心说你用LINE我看不到 没有关系 你全部通电话嘛 我一清二楚 我只要暗图所济 都可以各个急迫 好那今天高院裁定发回 高院裁定发回 他讲欸 那你如果回去 又会碰到原来的法官 那不又重来一遍了吗 保安哥当然不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当今天高院裁定发回的时候 他们现在讲有分别有两个法官 一个叫许姓的法官 一个叫做我们讲的 诚姓的女法官 而这两个法官呢 绝对都用轮调的方式 那你知道特别在哪里吗 你说现在他再也碰不到 那个朱家义法官 所以他的好运用完了 对保安哥我们刚才讲到 第一个 我们讲这个陈采薇法官 这个陈采薇法官 第一他是女法官 再第二件事情 过去他就曾经对这种 我们讲性骚扰的案件 相关男性判件 其实理论上来讲 应该怕很轻对不对 结果你知道他怎么样吗 判很重 他说中心 而且不给我一颗法器 我就不让你一颗法器 你就知道是个狠人啊 他叫这个狠人 他这个狠人 那这个吕正业 这个吕正业也是个狠人 为什么讲吕正业也是个狠人 他曾经我们讲 遇到了这个施明的案件 结果遇到施明的案件 你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我就是律法官 我跟你讲 你敢继续上诉 你敢继续打 我就绝对怕你有问题 我绝对让你这个案件成不了 所以你想想看 很凶的 这两个人都是非常 我们讲凶狠的一个法官 对他最有利的朱家义 他必须要回避了 对 而且我跟你讲 朱家义坦白讲 也不是说最有利 为什么 朱家义是第一位 第一位的法官呢 通常都会先怕怕 坦白讲 你要我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CNN在看我 日本NHK在看我 那我一个人到时候 判一个赛野党主席说鸡压 我会变历史罪人 所以我当然需要什么 能骰就骰 我需要上级才是 我要上级才是 上级才是 上级给我下了才是之后 你要我干什么都没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是长官交办的一件 所以对于现在来讲 地方法院 他们的压力 已经先减七一半 而柯文哲的压力 将会拍三倒海的来 所以会长 我都觉得柯文哲 怎么那么敢 你的已经最正确 你这个介入的 这个成绩 腐骚斑斑斑 就你还可以装不知道 装不知道以后 而且你不然是自己贪污 你还逼你下面贪污 那下面有人不贪污 你还把人给你调走 你还把人家给冷冻起来 这天底下 哪有这么坏的人啊 你觉得他现在很坏 他还有更坏 那一天柯文哲被放出来的时候 他讲什么 现在所有的压力 都在成绩法官身上 然后讲一大堆 那现在高院 不是已经发回了吗 那现在是不是柯文哲 会进一步讲说 这个高院没有承受压力 所以受迫于肾上的指示 所以做出这样的裁定 我跟你讲 今天他们民众党 直接讲什么 对于高院的裁定结果 表示遗憾 然后接下来 他说近日检方的征讯 那个主席 都积极配合调查 呼吁检方 不因为了路人于罪 而践踏正当法律程序 而且还敢讲这种话 对 而且我要不好意思 我跟你讲 今天是高院法官 在裁定书上 直接指明你这个被告 柯文哲积极介入此案 所以不是检方要入你于罪 是连高院都说 从目前检方所有的证据看上来 确实被告积极介入精华成案 所以这个是 我跟你讲 他已经 这个裁定结果 已经告诉你 你至少 徒利跑不掉 那你收惠 五年起跳 跑不了了 跑不掉 那再来收惠是什么 收惠就是朱雅虎 跟易小灰的这一段 我今天看到这个 我第一个眼睛就看到 为什么朱雅虎跟易小灰 会有所谓的相关对话记录 不应该有吗 当然不应该有 那个之前 朱雅虎是谁 朱雅虎本来是 好龙兵时代兵役处长 他被那个 沈欣欣 然后挖去 高架挖去 当一个 翻脸了 他被群组踢出去了 翻脸 翻脸 对 然后变成 顶月 我说他是跟那个 沈欣欣 高薪挖去 然后变成是 一个月50万 你顶月公司董事长 但是他完全没有开发经验 你找一个毕业处长 一个月50万 来做你这个开发公司董事长 所为何来 那不是很明显 就是要帮他处理一些 under table的事情吗 结果你知道吗 他那个820% 那个四项容积奖率 然后都可以达到 20%的 四项容积的一个优惠 可以达到20%的 容积奖率 就是由顶月公司的董事林青 跟易小灰 在2020年6月20号 在他们的议员的办公室里面 还有吴孙明一起伸出来的 就是换句话说 省庆金业主所伸出来的 这些相关的方案 就伸出来之后 叫你市政府给我接下去 对 叫你市政府照单全收 好 如果即便是这样 那你的责任已了 请问为什么到今年6月 朱雅虎跟易小灰 还有通话记录 你们没有 你的请求已经过了 你跟易小灰 照理说 不应该有任何通话记录 好 第二件事情 柯文哲他们买捧着钱 4300万 买商败 去买的商败 现在被人发现说 那一家公司的董事 李天驼 是朱雅虎的好朋友 两个人 还有包括沈金业 三个人 在2017年的时候 曾经一起吃过饭 所以人家就怀疑说 这个是不是上 你所谓的4300万元 这个现金 是你的 还是是谁的 那朱雅虎是不是 变成是后限 其实是这个房子 我跟你讲 你还记不记得 4300万元 从哪来的 记不记得 沈金业给易小灰多少钱 4740万 柯文哲拿多少钱 去买房子 4300万 会不会这些 4740万里面 扣掉一些手续费 扣掉一些跑路钱 就是那个苏通的钱 剩下的 其实就是这一笔 去买房子 他不是想说 这4300万给了 这个易小薇 易小薇拿去还贷款 还有给了两个小孩 国外念书的费用 剩下还有1500万吗 易小薇 两个小孩在国外念书 就是过去这一直以来 不是金严 对 所以换句话 我昨天就讲了一句话 易小薇连旁边 他的这个顾问 没有领易小薇的钱 领的是沈金丁的钱 代表易小薇是沈金丁在养的 我的养是指 就是长期有一种就是 支持 支持 支持他的关系 所以换句话说 我跟你讲 我整个看起来 我觉得很可怕 我觉得 沈金丁是我们过去8年 第一下台北市长 根本他养的多少人 都在 你看 你要把那个9个被 全部都跟他有关系 吴顺民 你看 这可不可怕 他监察院可以搞得到 连黄大洲都有 吴顺民 黄奕萍 包括这个所谓的 叶小薇这边疏通 而且还派一个吴顺民 给有督军 因为怕叶小薇做事办事不力 然后呢 接来里面还有谁 里面再来就有 那个邵秀佩 为什么邵秀佩有关系 因为吴顺民跟邵秀佩 以前是同事 搞不好是上下属的关系 所以 邵秀佩中览全局开会 对 政工程师 中览全局 因为本来是许阿雪 许阿雪说这个会坐牢 他就辞掉 他不弄这个事 所以换句话说 一个吴顺民 一个邵秀佩 是某一种程度上 里应外合 就会对程 完全照着 省清晶的指示在进行 再来本来有个挡路的彭政生 后来也经过了 哎呀 连上面的市长 都已经点头在一起 还在我们数行数办的 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彭政生 最后 是不是也屈服在 金钱的压力之下 不然怎么会 才短短几年时间 竟然两夫妻 没有投资股票 没有干嘛 莫名其妙 多住了 2000多万的钱 还要再去查 彭政生 也有没有最近买房子 如果两个人 都成 市长副市长 都在最近买房子的话 那一定是哪里 发了大财 所以你说那2400万 还是看得到的 还有看不到的钱吗 是 按照柯文哲的情况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现在你看起来 很可怕一件事情是 不只是 这一个金华城案 还记不记得 雨果市场案 那个案子 到最后是谁得票 也是中工 所以换句话说 过去八年 沈金金透过他这个长期布局 很多台北市政府 重要的案子 为什么可以被金华城 跟中工集团拿到 其实就跟 所有旁边的人 都已经被沈金金给掌控了 好小费 你现在说 你在查那个4300万 对啊 查那个4300万 柯文哲到底怎么买的 你的现金交易里面 原屋主到底是谁 你们这个交易 到底是真的交易 还是一个假交易 风险太大 风险太大 买这个房子 我讲阿伯讲的话 他说 他说这个急于要脱手 因为全家要移民美国 要移民美国 我去访问过好不好 楼下的那个 问邻居 我还认识那栋的主委 等等 我跟你讲 他不仅没有出国 而且他同一栋 他是三楼之四嘛 那同一层 有三四户 他的亲弟弟这个屋住 就是卖这个房子 这个人 在住三楼之一 而且还把这个房子 寄成给他儿子了 他怎么会出国胡扯 就第一个乱讲 然后他急于出国 柯文哲又在胡说八道 对 没有一面面这个事 在胡说 好 重点是他说 我听到了 他急于要去美国 全家移民 所以我要抢着买这个房子 好 我问你 你问谁 阿伯问谁 对 你问谁 这个不是仲介 你只能问原来 屋主啊 不是 屋主他不认识陈 他去问谁 他只能问那个贵董跟那个李添朵 租房子的人 对不对 那这些人什么人 千丝万里的关系跟金华城 他们不知道啊 不知道 叫检察官查嘛 重点他没有地方问 所以 一 我问阿伯 我三问阿伯 一 你说 这个是用你的这个 三十万的 三十块的补助款去买的 那你有没有费款记录 他一定要拿出来啊 费款记录拿出来 费结牌坊 我们全倒了好不好 你们想过第一个 全部被打脸 拿不出来 到第十天 到第十天还拿不出来 第二 你怎么知道买这个房子 这第二口清理 第三 人家没有要移民喔 你是胡说八道说人家移民 那鬼掌厚厚厚 全家都住在爱国里 所以你说这个房子 没有透过房座 没有在公共市场 没有 就你居然知道它要卖 而且你还高于市价10%来买 多10万 一瓶多10万去买 所以我这 我怀疑啦 这是个假买卖 我又怀疑 那个 我们朱雅虎被叫去干嘛 就问这个房子的事啊 对喔 是 而且朱雅虎已经离开 顶月就是 那个金华城的指向师嘛 就现在这个 他离开了 他离开两年了 他怎么离开 他被排挤 被殷小薇排挤 然后到大陆去 被殷小薇排挤 这个故事 超可怜这个人 我帮他申愿意想在你节目 朱雅虎被殷小薇赶走 不让你坐两年前 那怎么赶你走 哎 手段很高明耶 神经经理 到大陆去开发土地 就是有点违法 那当地居民就是 群情激愿 台湾的企业来吃我们什么 他这个三八你知道 拍胸部 我来 我跟你说 冲到人群里 去跟人家吵架 当场被打了吐血 朱雅虎被打了吐血 对 被打了吐血 然后后来 后来又 他之前又骑摩托车摔到 段巴跟肋骨 这个 我说你去 你不要再骑摩托车了 你都七十几岁了 你开车 不是 摩托方便 方便 方便 都骑摩托车摩托车 朱雅虎很惨 好 重点我要讲 他是不是应该 两年前就走了 那怎么还有电话记录 那为什么还 电话记录 这是最要查这个 有疑惑的地方嘛 那你刚好检掉 又找朱雅虎 找朱雅虎又说 去问这个 4300万的房子 如果朱雅虎 讲一句话 这个房子就是 金华城的资产 一枪毙命 一定收押 但我是猜测啦 我没有工钱 我不能掉 可是千丝万里的关系 太不合理 这个房子的这个事情 所以你觉得 重点的是4300 所以阿伯的 每一笔钱都有问题 对 这个房子 那一层就五楼嘛 那那个是个商办 不是个住家嘛 那然后呢 我认为67年 那个屋主 那个诚信屋主 很可能是 金华城的员工 或是等等 我认为是 寄方在个人名下 因为有自然人 我觉得 应该是这样的发展 所以阿虎看 跟这个检调 检联招了什么 如果招的是 金华城的房子 一定是假买卖 那一枪毙命 明天开始 你刚才讲 然后开其家庭了 看货费整理 要收押禁件 你说可是 民众长放话 你如果敢收押 就是政治破坏 如果政治破坏 那太恶劣了 太累干嘛 我就要绕囊来了 他在讲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关键话 就是讲国家 就是执政长 在压迫他 这个就是一个政治案件 那现在今天非常遗憾 就是说他表示遗憾 其实我们大家 才应该表示遗憾 因为当天 柯文哲从这个 北点走出来的时候 感谢这个重审法官 感谢成审法官 让他出来 那现在换了 高院的态度 不一样的时候 他就表示遗憾 就换言之讲 民众党态度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按照民众党 柯文哲的抑制作事的话 就是好的法官 如果反对柯文哲的话 就是坏的法官 他这个标准嘛 那这个标准 跟司法公正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嘛 所以民众党现在 跟柯文哲的行为 就跟那些流氓无异 因为你看中间很简单 他第一个很简单 全中央民国法律规定 不能够在司法区关的 附近或门口 能够聚重能够抗议 他也抗议了 然后抗议在座 一大堆法律专家 包括我们有名的这个 黄国超 黄珊珊 黄珊珊 律师也好 法学博士也好 还有这个黑社会的 被过去成为黑社会背景的 館长也是啊 对不对 都是自身上自容自虎 对啊 然后搞到一大堆事情 出来之后 你看好 现在来了 现在民众党现在抗议嘛 我今天在这边讲 明天柯文哲一定会被收押 那你館长要绕狼了 所以館长要等 现在我就呼吁 人家说他要绕十倍百倍的人 所以我现在就呼吁执政单位 或警察单位 你要等館长绕狼来 还是先把他抓起来嘛 对不对 如果你现在今天晚上 就应该快点监控館长的行为 館长这个 他要十倍百倍绕狼来的话 那得了 司法尊严荡然无存 因为明天一定收押嘛 可是他还没有做 我可以这样抓他吗 当然不能抓他 我开玩笑 可是监控可不可以 监控 我现在不知道 我有不是学法的 如果有一个退休的黑社会 退休的黑社会 退休的黑社会 他曾经过去 他讲过去是主联邦的嘛 他过去退休的主联邦分子 在公然恫吓台湾政府 台湾司法机关 对 他落狼十倍百倍 十倍百倍 要来包围 要不准收押柯文哲 对 那这种言语的行为 算不算犯罪 恐可 我不知道有没有干涉司法的嫌疑呢 当然是有嘛 对不对 这个应该我认为 构成要件了 对 台湾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 扫黑啦 有扫黑的话 应该可以把它当作 黑道先开始抓 可以这样干吗 不 很简单 他这个是有争议的人嘛 你看他满口三字军 他是尬派给他打水 全台湾的直播就 包括我不得不都跟进他 你看我多痛苦啊 他不讲三字军 我就不会讲三字军了嘛 对不对 我讲得也不太好 就是不得不 当然明天有个好消息 就是柯文哲要收押了嘛 能不能够把它除 全部一次把清扫干净 就要看赖总统的决心嘛 赖总统明天要继续 明天要看蒋万安的决心 蒋万安的决心 看议员怎么交代嘛 对不对 小平最厉害了 小平是自治的议员 你现在快点要呼吁蒋万安 明天要准备警力嘛 世心大 欢迎各位观众的时刻 现在高院已经发毁庚材 可是看到这个 发毁庚材的内容了以后 把大家吓一跳 因为这个里面自治足迹 里面已经将柯文哲完全的定罪 因为他非常清楚 现在已经有证人 已经有证物了 这个证人有 很认真 朱雅虎跟邵秀佩的证词 我不但有证词 我还有朱雅虎跟 印小薇的对话 我不但有这个对话 我还有柯文哲 他的随身物品都有记载内容 都在这个卷宗里面 还不但如此 包括什么 现在沈信金跟印小薇之间 的确有一个行贿的犯罪 行贿的犯罪里面 重点来了 重点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现在这边是 积极介入金华城的客观情状 而且地方法院不是讲吗 他没有专业性 而且尊重多数据 但是高院完全打脸 高院说被告对本案情节 毫无所惜未曾怀疑 有救民的必要 而为什么今天 有一个180度的转折 中间关键就在彭正森 我们今天有一个独家 林传媒的独家 独家里面提到 昨天北检突破他的新房 突破他的新房之后 针对什么 金华城的关键十点 公文 专签 谁指示 谁交办 转折点 跟柯文哲有重大的事项 逐一询问 所以当彭正森出来 已经咬住了柯文哲之后 柯文哲还可能逃脱吗 在这一段里面 台北新议员苗伯雅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柯文哲你好 大家好 宇雪 你说这个高院的财定书 字数虽然不多 你说字字珠奇 而且每一字每一句 都咬住了柯文哲 本来到这个高院的 我们财定书里面只有288个字 但这288个字 已经定了柯文哲的生死了 只有288个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已经把整个犯罪的行为 样态跟结构完全的锁死 换一次在这个结构之下 柯文哲有如孙悟空 根本逃不过五指三 为什么 第一个 到底柯文哲有没有介入 清华证证案件 这个叫土利的本座 所以彭政森 他的证止里面 已经完全确定说柯文哲 有积极介入清华证的科幻形式 再来我们讲收费的部分 他说朱雅虎这边 跟神庆经 跟印小威之间 他有所谓的犯益之联络 甚至有行贿的罪嫌重大 而柯文哲的手机里面 有灯载 就是说双边三方 是有犯益的联络 换言之 柯文哲突利我也确认了 你的收费罪也最嫌重大 而且你所谓的毫无自欺 根本就是谎话一场 有创贡的疑虑 代表当高院把这个结构 一旦定定 你柯文哲有可能有收费 你柯文哲有可能有突利 甚至你有创贡的疑虑 那我请问一下 柯文哲还逃得过吗 逃不过了 一定得压 真的是高院吓了 昨天本来大家以为说 今天彭政森要打一个 你就不会糟 你不会糟 就会没有人咬住柯文哲 可是今天非常特别是 他就特别讲 不要我 昨天不是彭政森抗告吗 他说抗告 没有本人签名 也没有本人盖章 也没有案子印 他就通知补证 补证 补证还要讲例行裁定 刚才讲 他代表他没有要抗告 为什么没有要抗告 关键在这里 他的新访在昨天已经突破了 而且这篇文章 对阿伯的伤害极大 当然 彭政森都说 我都已经劝招了 我还要抗告什么 抗告代表说 我还要继续无罪 彭政森这个在干嘛 他等于说 用烂罪这件事情 咬出柯文哲 他现在唯一的目标 就是换取解析 为什么 因为你仔细看当中的内文 非常详细 第一个 他说我在当中呢 应讯他 我把什么东西讲清楚了 关键的时间点 还有关键的公文 以及专签 谁指示 谁交办 转折点 对柯文哲有关的重大事项 主义的询问 我们刚才是不是聊到 其中彭政森有留一个逃命的伏笔 也就是柯文哲的甲章 他这个甲章盖下去 明明可以盖自己 为什么要盖柯文哲 就是他知道 这人是我的 决定不是我下的 市长要我这样干的 所以我才会把市长的甲章盖下去嘛 所以他等于是说 把这些事情 具细明义的 一条一条都交代清楚 彭政森在当副市长任内 他有200多项的决心事件 200多项的决心事件 这个他是都委会的主委 都委会的主委 你盖你自己的决心章就可以了 他非要盖柯文哲的甲章 虽然柯文哲旁边的人讲 真的是甲章 不是我盖的 不对 我盖甲章 你柯文哲一定知道 而且我明明可以盖自己的章 我不盖自己的章 我盖甲章 就代表 我在最后 这是我的保密符 我要把你柯文哲 给拖下水 所以导播不开 他说 检察官针对金华城的 关键实点 公文 专签 谁指示 谁交办 还有 跟柯文哲的所有事项 逐一询问了 等于说原本现在的判定是说 彭震生是罪魁祸首 彭震生是主犯 但现在彭震生只要把 这些相关的细节 一一的交代 比如说柯文哲 在什么时间点交办我做什么 柯文哲 为什么要求我这样做 为什么我跟我们讲的邵秀佩 会去把这个龙金奖励 创色给定出来 那从头到尾 他只要咬一件事情 这个都是柯文哲 各位 这关键是 明知 涉及违法 有没有记得 我们现在提到了 那个所谓的便签 便签上先说什么 公务员不坐牢 代表柯文哲从头到尾 知道这件事情不能这样干 但还要求这样干 那最后有没有这样干 有这样干 他把这些关键的铁证 彭震生的证词 以及柯文哲在当中 不管你是有盖章的 不管你是有便签的 不管你是有签笔签名的 通通送进去 加入在这个抗告书里面 最后转到哪里了 转到高院 所以高院才会讲嘛 开头我第一个字最重要 第一句话就是说 被告彭震生公诉 所以代表这是让整个高院 认定柯文哲最嫌重大 认定柯文哲从头到尾 知情以及积极介入的 一个非常官员的证据 所以第一个跟高院 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第一个就认为说 因为柯文哲没有这个专业 柯文哲尊重专业 而且这是一个多数学的结果 可是在高院直接讲 这是被告积极介入 精华针等客观情状 对而且他有加码补充 他说什么 因为你地院 你忽略掉一件事情 他说明明检察官呢 提供给你非常多的兴趣 全部市政要综合评价 加上这些新的市政 加上彭正的新的口供 加上我们讲的朱雅虎 这些我们讲的 有可能收回的证捷 但检察官 你说他没有市民 你说他没有把这个 最嫌重大的讲清楚 你这个是错的 上非妥事 或者他直接判 我们讲地方法院是什么 两巴掌给你下去 直接打地方法院 这上非妥事 你这样不太懂 这样不通 他就这个意思 他就说人家证据这么清楚 你怎么还可以这样判 我把这东西发回去 请你自己好好认清楚 而且我怎么判案 我该怎么判 我都已经清清楚楚 从图利到贪污到收费 都跟你讲白了 你这样还不把压去吗 而且今天 让我已经发挥 发挥你要重新裁定 重新裁定以后 现在 陈审法官已经确定了 很多人看到这个陈审法官都说 阿伯出大事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高院已经把结构定完 基本上地方法院 只要照操练习就好 但现在怕是怕什么 怕这个法官承担不起 但结果后来他发现 我们讲的这个 呂正业这个法官 是个什么法官 明天的陈审法官是呂正业 对他是个狠人 他也是个狠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过去他曾经遇过施明德 结果呢 他这个个性就是说 非常的我们讲的 心证非常强 他是一个心证非常强法官 就是说 他今天只要认定什么呢 基本上他会积极的 往这个方向发展 更遑论高院接判 你看喔 当时是施明德 就直接跟他讲说 诶 我跟你讲啦 我是绿色的法官啦 但啦 我跟你讲 你只要不和解 下午我就直接判你输 他甚至狠到什么程度 因为心证太想 甚至过去呢 甚至还曾经被谈和过 那为什么被谈和 还被谈和过 那因为理由很简单 就他主观意见非常强 所以当今天柯文哲这个案件 高院才是时候 落到这种法官的手 很显然他 说一就说一 说零就是零 他绝对会非常狠的 要嘛就急啊 就完全没有事情 而且彭震刚刚讲的 他说他因为身体的关系 身体的关系 他绝对没有办法承担 在里面 刚刚讲 他光是在听审的过程里面 就不断的呕吐 不断的呕吐 还送医治疗 代表他的身体不甘理 不甘理以后 我觉得很多不利他的消息 我觉得检察官 也一定一笔一笔的 把他给丢出来 现在刚刚讲的 我一笔的棒子 一个胡萝卜 现在原来 你现在进化证里面 现金六年 暴增了2400万 你不但现金暴增了2400万 你光是缴保费 光是缴保费 就缴了1798万 保雷哥我坦白讲 今天就算健康的人 你面对排山倒海的压力 你如果说我是彭震生 我突然发现 剪掉我 我说彭副市长 你的薪资也没有这么多 你怎么存款六年 暴增2400万 而且你怎么在2021年 跟2022年 这个之间 存款暴增1000万 保雷哥我讲 正常人都会想吐 你知道为什么吗 吓死了 我的钱被抓到了吗 因为这个时间点 刚好是什么 金华城送死人案件的过程当中 金华城通过的过程当中 更不要慌论彭震生 这个人在不在乎钱 他其实很在乎 为什么 因为他早就能通过缴保费 缴了1798万 你说雨萱这到底什么意思 代表说他知道自己 未来可能会有什么事情 代表他知道自己 必须要留一个后路 有这些保费 我才能照顾我的蹊跷 所以你想想看 当这些金流被查到 当这些市政 通通都摊在阳光底下 而就连他的太太 我们讲都被约谈在里面 换一支 这个是会祸及家族的 你说彭震生这个时候 还扛得住吗 当然以他的高龄 以他的身体状况 他当然扛不住 立刻我们讲 压不到三天四天五天 马上通通都招认 现在只有一个目标 只有一个标的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 第一个 你是都委会的主委 所有的会议都是你举行 举行了以后 你已经讲说 你现在违背规则 而且你无视规则 甚至你不听所谓的反对意见的人 你还把反对意见的人给换掉 你已经有徒利了 那现在看起来 应小微跟你之间 也有所谓的行贿 不但有行贿 我还抓到 你的财产不明增加 等于所有东西都在你身上 你跑不掉了 当然保里根 为什么又有电话通联 这才最可怕的地方 今天检掉我们讲的 我们讲高院所公布的内容 他透露了两个 从来没有的讯息 第一个 竟然有在监听 而且监听到的内容 是金流的部分 再第二件事情 他跟你讲说 包括你朱雅我跟应小微之间 泛逸的联络 也就是4750万里面 到底钱流向哪里 流到哪里 我都清清楚楚的掌握 所以你想想看 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是彭正森 存款这样的暴增 而且他有联系到 直接抓到金流 抓到应小微 甚至沈静青 那你彭正森还跑得掉吗 跑不掉的状况下 我是什么 我是多委会的主委 所以如果是我裁定的话 不好意思喔 全责由我扛 而邵秀佩是什么 邵秀佩是我的工具人 他负责定立这个龙继强力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只有一种方法 他可以逃脱 就是我这个主谋后面 事实上 还有一个更大的boss 而我必须把这个boss 攻出来 我才会变重犯 邵秀佩才会重犯 而想当然了 这个boss是谁 就三个字 就你柯文哲 为什么 昨天就要判断 谁会当第一个五点证人 大家本来以为是 在沈庆经 跟彭正森两个二则一 现在已经主要 的确 昨天其实是就训了四个人 就训四个人 两个是关键 一个是彭正森 一个是沈庆经 彭正森真的全招了 还有沈庆经 还到现在不肯招 那如果沈庆经到现在不肯招 沈庆经就没有机会 当五点证人了 如果沈庆经 没有机会当五点证人 你说 沈庆经以他的身体 他可能再也出不来了 是啊 我们其实昨天董事长 就不断的讲 这两个人在抢 唯一一个交保机会 就转为五点证人 就现在发现说 彭正森他开始 马上说 学我学我 我当五点证人 为什么 因为彭正森说 拜托 从头到尾一开始 我是连 易小微的沈庆经 我都不理他的 是谁 让我接了 易小微的沈庆经 是谁指令我批验 是谁 要压力强迫我 去接这个案子 都是柯文哲 结果柯文哲在庆上说什么 我都不知道 那你都不知道 你都没有专业 柯文哲这个 已经是仇徒理论 仇犯理论里面说 我都不知道 结果柯文哲交跑了 所以他等于是 要让彭正森去死 而且你说 那个对比太强烈了 当然想说 两个人同时聆听结果 一个人说 你无保警徽 一个人说 你要收押禁件 他就说当时的彭正森一直在 murmur 我又没有收钱 为什么要压我 为什么要压我 为什么没有压他 你说 他的心房在那一刻就崩溃了 当然是崩溃 因为从头到尾 彭正森一开始是不愿意配合 这整件事情的 所以你没有看到 林传媒这个报导 写得很清楚 他说检察官针对金华城 关键实点 公文 专签 谁指示 谁交办 最重要的是 转折点 等问题 与柯文哲相关的主意询问 什么叫转折点 转折点 所谓的转折点 是人家一开始就不要 一开始金华城 连被都 都发局 列为是所谓的一个都更事项 甚至送到都委会的资格都没有 是谁让这个连资格都没有 变成是有资格 而且你不仅仅把它变成有资格 你竟然还指使我彭正森 变成成案的PM 讲一句难听话 我是让你抓去 变成是要去负责这个案子的 你指使我的人 结果你现在两手一摊 说你都不知道 然后眼睁睁 看着我72岁 我这一旁边吐得要死 结果你不管我死活 今天你柯文哲 只求你自己交保 不管我彭正森的死活 那我还跟你那边 我不跟你鱼死网破 我不信彭 当然就把所有身体全部都公出来了 你就是不怕我死了 我还怕你无名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彭正森 会根据林川媒的报道 会愿意突然之间把所有的爱情 都招了 全部都招了 好 那现在又回到另外一个事件 什么事件呢 据董事长讲 其实沈卿卿身体比彭正森更不好 还有皮肤的相关的问题 为什么沈卿卿现在却不 他也有就绪沈卿 沈卿卿依然否认行贿 她说她之前接受法官询问期限 隔空放出我从不送官 原红包也不可能送隔壁红包 她还在挣扎着隔空串供的结构 而且沈卿卿在隔空串供的时候 她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她说我就是依法令寻求通案处理 什么叫通案处理 意思就是说没有柯文哲 帮我弄所谓 她其实就依法 没有特别帮我开格 那是我该得的啦 对 她其实是用通案 因为所有这些相关的都更条例 你如果不是按通案 你就有问题 所以她现在其实沈卿卿还在抓紧的 就是说我是通案 没有违法的空间 没有这个为我特别量身定做的空间 但你说如果沈卿卿不认罪的话 接下来她下场会非常悲善 因为所有的证据都是 发动者是她 行贿者是她 而且更可怕的是 她早在柯文哲旁边 安插很多人了 是 我跟你讲 沈卿卿其实是长达 快十年的一个布局 而且是一步步一步步 把所有的人力就渗透在她旁边 然后一步步让柯文哲开始上钩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里面 你就会发现沈卿卿是所有案子的始作俑者 她一开始就是长期以来 跟易小薇相关的一个合作 然后甚至是把前都发局的一个工程师 吴顺明把她请来 而且是给她钱 让她去易小薇旁边当所谓的顾问 而这个吴顺明是不领易小薇的钱 她领的是沈卿卿的钱 然后再来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吴顺明其实跟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是谁 邵秀沛有一个前同事的情依 那邵秀沛现在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她也被限制住居邮 她现在虽然是证人身份 有没有可能循着李文中 进一步变成是被告 其实是有相关性 因为现在发现所有相关的会议 她也就是主使者之一 再来发现彭震生 那不用说彭震生就是被柯文哲轻点 在你虎间你屁眼 所以彭震生当然也是逃不掉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是之前我们都知道 而这一次裁定书里面 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点出朱雅虎的一个角色 朱雅虎竟然被发现 她跟易小薇之间有所谓的对话 对话记录 你如果跟易小薇有对话记录 现在你买的房子 柯平买的房子4300万里面 诶 朱雅虎是不是也扮演着角色 所以换句话说 前金后谢甚至整个拼图 就这样子串起来了 所以你说沈金金她这样 怎么转污点证人 人是你布局的 疏通是你疏通的 搞不好连房子后面也都是你弄的 她再出来跳出来说 我都不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彭震生当然决定全招了 你说这个简单的200多字 我们到外行人不同 所以很少人把这个抗告驳回的 这个东西写得这么仔细 而且你竟然刚刚讲的 字数虽然少 可是对柯P来讲 那个捆龙锁已经把锁得很紧了 第一个已经有人证词了 有金流的往来了 你柯文哲有积极介入了 你完全不能说你不知道 等于是第一个 你完全打脸地方法院 第二个是你如果看到这个东西 你地方法院再做无罪 或者是无保释回的难度 就变得非常高了 其实高院的这个裁定里面 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要综合评价 综合评价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检方的每一个证据 你不能每一个都切开来看 比如说这几份盖章的公文 你单独看 有这一份公文不能说她知情 有那一份公文也不能说她知情 有这个便当会也不能说她知情 你每一个都切那么小的时候 结论就是她真的不知情 但综合评价就是说 你每一个整件事情 从头到尾时间去 你发现她做了这么多关键动作 虽然每一次都是 这个脚轻轻的踢这个球一下 但每一次都是关键你们一脚 所以她才会用被告积极介入 对 因为介入太多次了 三次的便当会 盖了四份关键的公文 然后在议会里面有人去质询的时候 他也是说这个事情我知道 只是细节我不知道 这些等等里面完全没办法解释 为什么台北市的所有陈情案 徐甫不是说多如牛毛吗 对 结果这个柯文哲 专挑金华城这根毛来关心 厉害了我告诉你 金毛 金毛 金钱 对不对 金钱的财团的这个金钱 他特别关心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高院就说你要整体看 再去考量他说他不知道 这真的假的 那所以这样子 当他发回到北院的时候 不管是哪个法官审 他都必须要接受 这所谓整体评价的概念 而在整体评价的概念中 接下来其实要仔细的看说 北检在明天的这个积押庭 会不会提出他这几天去看守所 问沈庆经 问应小为 问彭正森的新的证实 你说会有更多东西出来 对 因为这个积押庭是说 你只要有新的证据 你随时在省的时候 都可以提出来做补强 那之前 你说柯文哲说他不知道啊 可是如果说彭正森 他有讲一些关键的事 比如说 他有讲说柯文哲 什么时候跟他关心过这案子 也许他是一个破口 还有也许谁是破口呢 不要忘了 邵秀佩跟刘秀玲 这两个公务员 对 这两个公务员 是都委会的前后任职密 而在都委会当中 其实会议记录 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都委会的委员 有很多都曾经提出过 司法性的疑议 那这些司法性的疑议 如果这些公务员 他公称说 他其实在内部会议当中 曾经提出委员有疑议的话 那也可以作为 其实柯文哲他知道 这在法律上面 可能有问题的证据 所以现在接下来就是看说 检方这几天训问了这几个人 他到底讲了什么 当然他不会让消息 现在提前对外面曝光 不然柯文哲律师可以准备 对 不过下一次的鸡鸭亭 柯文哲要光用 我不知道 这四个字来脱身的几率 降到非常低 已经破功了 对我个人认为 考量到现在民众党 也已经发出了一个声明 说不要政治操作等等 实际上他们在做政治操作 所以我也不见得觉得 北院就是会直接积压 也许重保 重金交保是个可能性 因为你不能让这个 这所谓的勾串啊 灭政啊 这件事情持续的发生嘛 尤其是这个刘秀玲 跟这个邵秀沛 我今天看到了这张照片 我觉得非常的讽刺 原来这个都委会的职议秘书 是刘秀玲 他如果后来才破坏了 这个所谓的邵秀沛 他多开心啊 逃过一节 你知道 原来在柯文哲下面 做事有这么可怕 不小心 就要有劫难的 是的 柯文哲八年市长的内 台北市公务员流动率 是六度最高啊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你看得到 他们受到压力 不要忘了 先前郑文燦案 法院最后裁定郑文燦积压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说他是前唐原市长 有实质影响力 对公务员 现在刘秀玲 邵秀贝这些公务员 人都在外面 会不会法院 按照郑文燦案的标准 觉得柯文哲 你是前任市长喔 你可能对这些公务员 还有实质影响力喔 如果按照郑文燦的 同一标准来看的话 其实柯文哲 是相当符合积压的要件 刚才讲的 你说这个东西结构 已经形成了 他明天被积压 是被积压定了 被积压定的更可怕的是 彭政生全都糟了 我觉得苗议员 刚刚最后讲一句 最关键的点 就是我们来比较郑文燦的案例 最关键就是 他是前市长以外 还有总统候选人 还有他现在是 民众党党主席 这些的影响力 都远超过郑文燦喔 所以他的实质影响力 是超过郑文燦的 所以我觉得北柬 一定会提出这个理由 就是说 谈到柯文哲的实质影响力 那柯文哲的实质影响力 是谁帮他表现出来的 谁 有几个 他民众党今天开始 就对高院表示遗憾 对 那当天是谁 在这个北柬门口 开始有聚众抗议呢 就是黄国昌啊 黄山山啊 这些立法委员啊 然后第三点 所以那八起是可以作乱的 对他因为 现在这几天的 所有的捣蛋的 所有作乱 这样造成社会不安的 政治动荡的原因 通通是民众党 然后更恶劣的 今天在立法院刚刚开议哦 他们就开始放下 就开始放话嘛 对 就是要开始准备修理政府 预算啊 人事啊 杯葛 包括要开始废考 废考监两院啊 对 因为监察院 审查他的选举预算喔 才让他变抗的 对 所以他就要开始修理监察院 就这么恶劣的流氓 土匪行径的一个政党 这个还不叫实质影响力 这个比总统的影响力还更大 不是 我从小就主张废考监两院 可是被他这样一告 我都不知道我要不要辞职了 问题是你不能够把你的犯罪行为 你做假仗跟废考监两个连结在一起 这不像话嘛 这不是明火执杖公然抢劫嘛 这种政党 所以这些的表达方式 通通都是用力的把阿伯 把柯文哲推向断头台嘛 推向羁押嘛 对 因为你一直展现出你的这个实质 不是影响力 破坏力啊 对 他这个比郑文善的影响力大 太多 还有国外关注的力量 跟AIT的关注 国外媒体的关注程度 他们特别扯进来了AIT 他说我那天本来要去跟AIT的处长见面的 对 所以这些事情都叫做实质影响力 所以我认为北柬一定会在明天的羁押庭上 把这个实质影响力很非常量化的告诉法 陈审法官 然后再加上回到今天所提的 这个所谓的高院的这个 高院的这个处分 高院的这个 裁所文字的内容 他非常清楚地告诉你很简单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彭震生的部分 彭震生的部分 他已经大概把他们之间 就是阿伯昨天我讲了一句话 柯文哲前面讲了 两件事情你咬到我 你有本事来咬我 金流根 谁咬我 对 咬我 结果果然 这个是一语成灿 果然就是彭震生 我昨天刚讲完 昨天晚上就咬了 咬了就中了 所以高院马上今天就中了 这是一个要咬他的 你看到这个林传媒 最后一句话 全案侦查前 沈进京恐怕无法离开 看守所 这个太恶劣了 你要压到底 那全案侦查前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 对不对 你一起两个月 两期四个月 对不对 他已经四个月内 给你起诉的话 你就被人接压过去了 对 压得没完没了 沈进京还活得出来吗 就再也出不来了 因为今天我告诉你 目前的所谓的引用法条 或者准备 他犯罪的条文的话 还是用贪污自罪条例的第六条 除律罪 当沈基金进来以后 就改成第四条 第四条以后 就起本刑的基本消费 十年以上到五十年 所以说这个案子 只有一个最重要的标的 那个标的就是柯文哲 其他人都可以谈 谁他都无所 我们司法 包括我们做监牢的目的 其中目的是什么目的 你知道吗 就是教化 教化什么目的呢 就是把一个坏人 教化成好人嘛 我旁边很多人都非常生气 非常生气 说 你明明做了这么多事 而且以前不敢干的事情 你全部都干了 以前我们知道 政治上是有一些天条的 有些钱是不能碰的 有些事情是不能碰的 财团你要保持距离的 就他什么烂事都干了 他等于说是 好事说绝 烂事干净 我印象到这种事情 那换一次 我觉得他最可怜 我看到他 我也跑过 我也跑过大概七年的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的 其实全台湾台北市政府的素质是最高的 结果呢 他是都委会的这个实习秘书 他当然不能这样干 不能这样干了 以后就传出来说 柯文哲用他的秘书去骂他 骂他 骂下来他也是不配合 不配合以后就把他调 调去什么 副秘书长的参议 你根本就把他打入冷宫 我觉得你怎么那么坏 你这样找他人 用那个什么三字经去骂人 然后呢 你这所有的违法事情 你什么事情你都干了 我今天这个高院的根才文 告诉我们大家 全台湾的民众叫什么 徒利的选择 柯文哲 是不是这样子 真的是徒利的选择 因为现在徒利就是两个要件 一个是知情 第二个叫实质影响力 你刚刚讲到这个前直觅 刘秀玲小姐 其实他过去是非常 就是文官一路这样子上来 从科长副总工 总工一直到直觅 那这个都委会 他的功能 就是直觅的功能 是在什么 就是说你案子要送进 都委会审查的时候 他可以来做排案 他可以来做一些 中间的沟通和协调 所以他就等于是 局长副局长 接下来就是他了 所以他的重要性在这边 那我们就要问说 那今天柯文哲 你是不是为了要完成 徒利 金华城的这个事情 对 而把挡在前面的大石头 给换掉嘛 因为后来是谁来接他 是这个邵秀配 就是接他的位置 那我刚刚讲喔 邵秀配 其实他有一个很 关键的时间点 就是为什么检调要找他去问 对 就是在109年的10月12号 这一天 有开了一个所谓的 专家学者的咨询会议 是他开的 是邵秀配主持的 那我们不能说邵秀配一定有罪 但是说大家会在质疑说 你开了那一个委员会里面 六个委员 有五个人全部都持反对意见 包含都法局 他的都市设计科 他们都讲说 这个案子如果要增加隆基的话 请再斟酌 那为什么今天开过这个会之后 你看喔 这个进华城又再次送了 他们的变更草案书进来喔 内容一模一样 柯文哲在11月11号 却签了公展 那我们又要问 柯文哲的实质影响力 有没有在他签公展之前 跟都法局 甚至是跟邵秀配讨论过 是不是 因为今天警长 高院有讲 除了庞正生跟猪丫虎的共诉之外 证人邵秀配的共诉 也非常重要 如果假设检调能够掌握说 如果你是市长 把大家都叫来问 把邵秀配有叫去问 告诉他说这个案子 因为过去柯文哲曾经有对 刘秀林施压过嘛 他透过他的秘书去骂他嘛 真假的 问他说 你为什么在挡柯文哲的案子嘛 要挡那个金华城的案子嘛 那这个秘书是谁 到现在还是没有交代喔 而且林忠明也讲啊 李文忠对他耶 也是极尽羞辱之能事 我跟你说 过去柯文哲的实质影响力 今天林忠明有跳出来嘛 就是说过去柯文哲 包含李文忠 柯文哲的授权给李文忠 是怎么去羞辱林忠明的 早在大据案 淡案2019年的时候 当时李文忠 他只是一个市政顾问喔 结果他竟然把这些局处首长 全部叫来 一个顾问可以这样子 对他可以这样 然后他问林忠明说 你为什么对远雄大据案的这个审查 那么的艰困 你为什么对他们那么差 你应该要放宽 林忠明吓一跳 他想说 为什么你一个市政顾问 可以这样子 影响都委会的结论 甚至还想要去改 会议记录耶 那你说李文忠当时 是谁授权他的 当然阿伯啊 对啊 当然柯文哲啊 柯文哲当时 你也没有去制止这件事情 对 当时林忠明是有跟 这个正风处 具名的检举 看来是柯文哲受益嘛 那显见 都委会的影响 柯文哲是有实质影响力的 找在大巨蛋案里面 你就可以看出这个脉络了 那如果假设 现在这个彭少 彭正森 彭正森的证词 跟这个邵秀配的证词 如果讲出来都说 柯文哲在事前的时候是知情的 而且也找他们开过会 他也了解 金华城的容积的变宽 是语法无据的 但是后来他却硬要通过 那这样子 请问柯文哲 你这个不是图例 不然叫什么 好 所以委安 你在第一时间就讲 阿伯怎么可能不知情 你当时就提出非常大的质疑 而且这个质疑 现在高原也跟你的看法 是一模一样 而且你也讲 彭正森是最关键的人物 看起来 他也是突破口 那阿伯明天 他逃得了吗 他明天真的有可能 被搜压境界吗 保证哥你去看一下 你记不记得郑文燦 桃园地检署要压他 结果呢 桃园地检署给他交保 第四五百万抗告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高等法院跟财 再看告 再跟财 那一次我就记得 我也是说在我们 关键时刻的这个摄影棚里面 第二次高等法院跟财的时候 跟第一次有很大的差别 大家回去找那个新闻稿 一个7月8号 一个9号 另外一个是7月10号 他里面讲什么 第一次只讲说 你让他交保的理由不完备 所以发回跟财 可是第二次就把所有的 包含他的实质影响力 科技发达容易篡正 犯贤状况通通写进来 结果呢 结果他就被收押了 郑文燦的例子是这样 所以跟这个一样 那今天这个状况是 这是第一次嘛 今天第一次他并不是高等法院讲说 你让他这个无保请回的理由不完备 所以发回跟财 不是 今天的这个高等法院的整个新闻稿里面 告诉你很多事情 告诉你 柯文燦是积极介入进化城 对 积极介入 郑文燦的那个高院发回跟财的第一次 没有什么意见表述 只有讲你的交保理由不完备 所以发回跟财 可是到了第二次就告诉你 这个郑文燦实际影响力很大啊 他会串政 你为什么让他交保 即使交保金从500万升为1200万 都觉得不应该交保 所以他压了嘛 那今天的柯文燦是直接跟你讲的 柯文燦他现在目前的状况 积极介入进化城 然后呢 朱圈圈 朱雅虎 他被省圈圈 省庆金 雇佣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因为同样的你发现 省庆金行贿应小微的犯行重大 所以当这些东西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发回到台北地方 法院的第二次的计压庭的时候 他就要掺着高等法院的意见了 看起来是有可能会收压的 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 对 但问题是 关键还是在于 举证之所在 败诉之所在 或者是他能过关之所在 整件事情还是要还原给大家知道 因为柯文哲他从头到尾 我举个例子好了 巴哲哥 大家去代案为什么李素德 被判9年 马英九没事 马英九说他不知道 马英九说他不知道 那是你说的 李素德说马英九不知道 才过关嘛 就这么简单嘛 所以李素德扛了 对 观众们是这样 因为当时在2004年 整整20年前 9月1号有一场会议当中 李素德被录音 所以我就讲 我这次事情我根本就不敢说 因为我不知道 可是当年也没有人知道 李素德的会议被录音 对 如果今天彭震生也好 或者是柯文哲也好 任何的秘密会议当中 有市政有录音的话 那就变不一样了 那当时李素德讲说 这是高层认为不用全力金 那高层是谁 那当然就牵涉到市长嘛 结果后来他在侦查过程当中 他出庭长说 对不起我说谎了 所以当他李素德谎的时候 那个连结就断掉了 所以宝贤哥 这一次最重要的848 第三次的那一个 就是最后的盖决行章的人 是彭震生 盖的章是市长假章 所以如果彭震生 他可以讲说 对啦我盖跟前 盖前盖后 我都没有跟柯市长讲 那这样柯文哲有可能过关喔 皮子尼 我怎么样 因为他们来陈琴啊 我也找不到金流的情况之下 图力的断点在于彭震生讲说 我没有跟市长报告 但反过来 我也有跟市长报告 不只跟市长报告 还是要盖这个章 告诉大家说 市长叫我这样做的话 那又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彭震生 他的态度 非常非常关键 彭震生 他的证词 将会成为金华城 柯文哲是否可以全身而退的 最重要的关键 今天黄国商去参加 黄光晴的这个访问 我才知道 阿伯居然那么伟大 阿伯说他这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非常的一个痛苦 非常的难被受尽凌辱 可他想的都是台湾的未来 然后他还讲了一个说 这里有一个监视器 他说阿伯有空的时候呢 没事的时候 他就这样双手插腰 然后直接盯着那个监视器 他在盯着监视器干嘛 我在盯着 我在看着赖清德 你干了什么事 其实我严重怀疑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因为黄国昌这样一讲出来的时候 全国的民众不就觉得 柯文哲是一个脑袋非常怪异的人吗 怪异 竟然会说什么盯着监视器 觉得监视器可以看到赖清德 这个人如果他真的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 我是法官我都觉得说 奇怪了 他是不是没有责任能力 是不是这个已经有点错乱了 因为我们要再讲清楚 他说在没有人跟你交谈的时候 有空的时候 他说阿伯就站得直挺挺的 看着监视器 双眼直视 为什么要看 柯文哲说 他在看的是赖清德 他在指示他 他在想着 国家的权力被滥用的时候 真的很可怕 做出这样的事情的人 你不觉得他脑子里的逻辑很可怕吗 而且他还在想什么 国家为了台湾 拜托阿 他主政了台北市 市中心精华地段 有这个百亿的荣基弊案 他从来没有闻问过了 还在那边想国家 对喔 整个精华城的事情 他以前讲说 他讲说 下午的时候 长官不知道 那是无能 就你发生这么大的弊案 你左右手都有弊案 你全部都有弊案 你还敢讲这种话 对啊 你看前前后后多少人提醒过他 听不到就是听不到 不要改就是不要改 那现在呢 在这个候审市里面 还说什么话 心怀天下 拜托阿 他先管好他自己的账本吧 连旁边的账本都管不好 竟然还想要透过监视器 说赖清德在对面 你不觉得黄国昌讲的这个故事 完全是要把柯文哲整个五花大绑 车门汗死 绑在那个要成为烈士的台上吗 你说现在柯文哲旁边的人 都在吧 我们常常讲中国有个叫做高级红 低级黑 他们现在做的事情 都是中国共产党对领导人的高级红 低级红跟高级黑 我把你行做成烈士 我把你送上断头台 我让你的下都下不了台 对啊 黄国昌这个高级黑的故事一讲出来 大家都觉得阿伯真是个怪人 对不对 而这个怪人呢 现在他们又把他描述成说 好像遭到司法的破碍 这整个车门汗死的时候啊 柯文哲连想要在法庭上表现出来说 他真的知道这里有错了 表现出态度良好 表现出为自己争取一些更好的 比如说见习 这样的待遇的空间都没有了 而且战狼小姐姐还怎么讲 她说如果你今天给我交保 我不交保 我要直接做了 直接去监禁 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讶异 因为说实在的 交保他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强制处分 那你交保出来 不代表你是有罪的 你还是可以立正清白 战狼小姐不要交保 为什么他旁边的人好像都急着 要把阿伯关进去 这很奇怪的一件事你知道吗 因为阿伯如果出来在外面 他可以跟律师开会 也可以跟旁人讨论 甚至可以上媒体说明 之前高宏安不是还专访说明 这些等等了吗 但他们都不要让阿伯有这个机会 如果阿伯在里面他能做什么 没办法做什么 只能等着黄国昌 在外面这个硬变小组 硬是要帮阿伯变 但是这个变的内容 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帮他 还是在害他 又是一天到晚在号召包围法院 要叫法院放人 这些种种的作为 就是要阿伯当劣势 但是阿伯当劣势的时候 又让阿伯的形象一直不断扣分 所以我实在看不懂他们这样的策略 对阿伯有任何的帮助 而且我觉得很妙 你说阿伯自己知不知道 他其实知道 他不知道他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金主 或者一个非常重大的创造元老 他讲 我这边没有大将 没有主持大局的人 他还讲说一个关键的 你今天 你去告会计师 你今天去告会计师 就让所有的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代表你知道告会计师是不对的 结果你现在还是丢不到那些 要告会计师的人 这就是阿伯现在的困境 就是他的身边围绕着太多的花瓶 然而这显示了他的无能跟领导无方 对着外人在那边赖说 在怪旁边的人 但是你实际上 没有大将 没有统合全局的人 他自己有去处理任何事 没有 金华城案子从而到尾盖这么多张 他现在竟然推称他不知情 账本的是他也说他不知道 他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有4300万现金 要拿去买商办 其他的事他都不知情 天底下有这种领导人吗 出事之后 就是怪旁边 这让人想到什么 汝皆亡国之臣 正非亡国之君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也难怪 现在跟在他身边的人 要么就是完全没有料的 不然就是像黄国昌这样子 其实在旁边四季而动 把他高级黑 因为在外面的柯文哲 比不上在里面的柯文哲有用 对于黄国昌来讲 打出杯琴牌 收割杯琴牌 我觉得这才是他的应变小组 最重要核心的目的 好 武总 之前我们曾经讲 我在习近平所谓的 不要再跟我搞低级红 你不要再跟我搞高级黑 你们不要再跟我搞这些 有的没有的事情 那我当时想 什么叫做高级黑 什么叫做低级红 我现在看到民众党 他们对阿伯做的事情 我完全懂了 哪有人说 他如果被交报 他绝对不交报 他宁可关 他也不要交报 现在更不要的是 刚刚那句话 我记得看到很多人说 任何脑袋正常的人 你会没事的 站在那里 看着镜头吗 在那个房间里面的 那里面的马桶 没有抽水的 臭都臭死了 他有办法去想 耐心的 那里面没有抽水马桶 只有水桶在那里面 一桶水在那边慢慢用 阿伯在那里面臭的 连吃东西睡觉 都在那个房间里面 也没有通风 也没有空气 也没有抽风 这么才 他还有办法去想到赖清德 我真是佩服他 这个想象能力真丰富 那黄国昌故意要陷害这个阿伯 陷害柯文哲 这个毋庸置疑 他在这段时间的表现 所有一切表现 就是想要取而代之 你看到最大的阴谋 就是我讲两天了 就是馆长 馆长没事干去恐吓司法 跟他讲说 我老郎来包围 老郎包围法院包围北建 那你用北建法官怎么办 没话没有办法 不要搞你不可 我没路走 你要来恐吓我 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 他所有这几天干的行为 每一件事情都要破坏 台湾司法的公平性的可能性 对 那黄国昌本身是法学博士 而且呢 他们很喜欢上我们好朋友的这个直播 一上就出皮肉 阿伯说 不是上吗 阿伯上就吃獎 他这有要 新华城 新华城 新华城是土利 但哪里不合法 金流在哪里啊 对不对 有人咬我吗 现在都出来了 你不上直播 每次上直播以后 这些所有的咬他的人也出来了 金流也会被人家查出来 然后再搞个黄国昌 黄国昌要干什么 黄国昌就是要献柯文哲快点去收押 没有别的想法 所以这群人啊 他们都每一个都图谋不轨 因为他们来自于四面八方 这我已经出哪里 就是今天柯文哲 没有把他的干部当人看 所以大家出事情的时候呢 所有这些干部呢 也就不把他当人看 就快点把他推上看守所 推上断头台 就是整个天下大乱 那这些人 所以你讲说 你视我为草戒 我是你为仇寇 当然是这样子 互相不尊重嘛 他没事就骂人家是狗嘛 他没事一天到晚骂民进党 骂国民党的贪污嘛 结果自己在贪污啊 所以今天所有的一切事情 我觉得就是最荒谬的就是 他居然会看到一个监视器 说看到了赖清德 他怎么会看到赖清德呢 奇怪了 你他应该看到谁你知道吗 他要挺挺地看着监视器 双眼还要直视 为什么要看 柯文哲说 他看的是赖清德 而且他在直视他 他在想着 国家权力被滥用 他搞错了 柯文哲那时候看了监视器 看到谁你知道吗 看到谁 看到吴子佳 被我吴子佳害到这个程度 你贪污被我抓到了 我爽歪了 你要去坐牢 好 野凤 你要讲说 不代表一步一步 每次西方的概说 你说这个东西只是刚开始而已 今天李文中又被列为被告了 李文中又被列为被告 恐怖在哪里 恐怖在 金流要浮现出来了 小杰哥我跟你说 柯文哲现在李文中被列被告 他真的是刹地蛋 我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个你知道以前李文中 在市府时期 就已经树立了很多的敌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就是柯文哲 宠出来的 我讲几个例子给你听 他当市政顾问的时候 你知道他去工训处 他要求人家工训处说 你找个地方给我住 他要人家改一两个房间 所以要给他 还有他的家人住 然后结果工训处的员工就说 那旁边有一个套房 那个是要给市长跟高阶的 这些长官住的 也不是要给你住的 他就这样到处去告状 而且还向工训处讲说 我们要检局你 你们这边一定有弊案 他是这样搞的 第二个他去接北捷董事长的时候 你知道他怎么搞 他最喜欢讲 共享弘历 这四个字 他把他花了三百多万 去那个北投机场那边 改了一个房间 改成豪华宿舍 给他跟他的家人住 然后要求这些北捷的员工说 你们去给我卖咖啡 你们去给我卖什么 全部都要共享共享 共享弘历要招商 然后就是那个KPI有没有 要求说要有业绩 结果一堆这个捷运公司的员工 大家气 气他气的 对 快要死掉 那现在他现在绕的这幅田地 为了柯文哲 你说有多少的敌人看着他 想要落井下石吗 很多讯息一直来 我告诉大家 第一个 这个木可公司 他之前竞选总部不是 会给他4000多万的金流吗 现在柯文哲跟李文中之间的对话 看起来都也被检调单位掌握了嘛 因为他把他的手机电脑什么 全部扣走 如果又还原回来 之前我们大家不是一直在质疑木可公司吗 民众党和柯文哲都不敢讲 对不对 然后那个 他们木可公司又回了400多万 进了柯文哲的户头 被人家抓到的时候 他们才出来承认 后来又说要做公益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也相信 检调单位还原的那一些资料以后 我问你 柯文哲为什么那么怕李文中爆出来 会管账的人 绝对都是他本来最相信的人嘛 对 除了陈佩琪以外 李文中或许知道的比陈佩琪还多啊 真的假的 因为有很多 他工作上面的事情 他可能不一定会想要让陈佩琪知道啊 那李文中知不知道 而且所有的政治旁边都要有个白手套 是嘛 所以你说木可的这些金流 到底把钱转到哪里去 到底把钱汇到哪里去 跟陈佩琪要成立他儿子的公司 又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包含我们在讲买4300万的商办 那个金流到底从哪边来的 到目前为止 没有对外交代 民众党都不敢回答 那有没有可能李文中就是柯文哲的破口 还有一个重要的重点 李文中现在也在看柯文哲的态度 因为他另外一方面他要面对着李文娟 他妹妹也成立了 他妹妹嘛 当时他把他妹妹拉进来帮忙嘛 那现在他也看柯文哲如果说 哇 你如果要把我切掉 要把我切割 你要把所有的账算到我的身上 一边是友情 一边是亲情 你觉得李文中会保谁嘛 而且可怕是不是 你不是毁我欸 你把我全家都毁了 是啊 我为了你一个柯文哲 你说你世人不明 然后你说全部都是我的问题 你觉得李文中 会那么简单吞得下去吗 所以他有可能是 除了彭政生以外 接下来 会出来咬柯文哲的第二号人物 所以你说 现在搞了半天 所有台北市政府的人 搞不好全部都去咬柯文哲 他过去柯文哲 在他八年的任内 他得罪了多少的公务员 有很多公务员 都请调到其他的局处里面去 甚至要调到其他的县市去 就是一句话 柯文哲完全不尊重专业 都是以他的想法为主 所以绕得现在这一幅田地 那李文中的角色是什么 简单台语叫做 吼啊 吼啊 以前他不想干的事情 他就放一只吼啊出去 咬人你知道吗 去得罪人的都是李文中 所以李文中 现在也是点滴在心头 他说我过去这几年 你在台北市府的时候 我为了你这样子拼 包含他还当过他市长市的主任 有很多政商关系 李文中应该都非常的了解 过去柯文哲跟这些财团 怎么样子经营 金流怎么走 其实李文中心里都有数 你说 现在柯文哲面对这个收压境界 只是刚开始而已 他真的是一步一步 打你希望的概率 坐在会铺天盖地而来 是啊 保洁哥 我们现在到底政治献金这个案子 跟金华城的案子 有没有关联性 现在事实上 检方还在进行相关的一个勾激当中 但你看这个图很有趣 如果是单纯政治献金的案子 上一次是谁是被告 是李文娟是被告 会计师端木正是被告 那李文娟是被告 也就是李文中的妹妹 她是被告的原因是因为 卫造文书 所以卫造文书就是说 你那个做我们的政治献金 仗是有问题啊 那昨天他转为被告 为什么案子转为被告 现在媒体没有写出来 可是要记得 昨天同时 检方又去约谈谁 就是朱雅虎 他跟朱雅虎那边谈完 然后又把李文中又找来 谈完之后 李文中就变成被告 所以现在是不是检方会认为 勾基书说 事实上李文中他所犯的案子 并不是所谓的木可 这个部分账的问题 而是跟所谓的洗钱 或者是跟金华城的资金流下 有一个相关联 不然为什么你 所以你说万流归宗 归到木可去了 是 因为现在所有的案子关节点 就是在那个4300万的房子 柯文哲拿4300万的现金 去买那个房子 那柯文哲的说法是 因为那个选举补助款 选举补助款 然后7000多万我去 那现在就来看 到底7000多万 有没有被动用到 如果从头到尾7000多万 都呵呵放在柯文哲自己的户头里面 那请问柯文哲你钱从哪里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李文中跟朱雅虎之间 有没有另外一条线 就整个政治现金是透过这部分进来 然后买的钱 4300万的钱 是进化成有没有相关联 还是是从其他的一个政治现金进来的 其实这个部分 应该是李文中被转成被告的一个关键点 所以他现在越来越多案子把他缠住了 事实上保健哥我们看这个表格 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其他的涉案相关人 不是已经收押禁件 就是已经变成是被告 然后变成是什么用电子脚镂 然后重金交保 如果这一步一步 你身边所有涉及案件 不管是金流 不管是疏通 不管是负责所谓的相关后面的人 都已经变成羁押或者是已经是 重金交保的情况之下 柯文哲可能也就距离不远了